這個藝人朋友都很喜歡買房子 但是最近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第一名模林志玲 她聽說要把房子給賣掉 其實他們家老家住哪裡呢 各位都不知道對不對 住杭州南路 中正區 中正區 所以其實買房子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房子都有一個區域性 所以中正區就屬於南區 所以志玲姐姐那時候他們家在換屋的時候 就買到所謂的南區 一樣是在南區喔 在哪裡 在和平東路的羅斯福路口 和平西路跟和平東路的羅斯福路口 就這一棟百達福利 對 這是她第一棟 第一棟 因為她買在這裡 請問她失業有沒有越來越好 好像越來越旺了 她2005年買這一棟的時候 她的失業是不是越來越好 不管是在台灣走紅也好 或到大陸走紅也好 大陸去紅了 紅了以後呢 你想想看這個房子 家裡人多了又賺錢了 這個顯然小 因為它只有幾坪 一百零幾坪 一百零二坪左右吧 大概只有一百零四坪左右 所以當初購買的時候 以五十萬購得 我們這樣講 當初這個百達福利 在那個地方五十萬算是貴的 大家都說志玲姐姐買貴了 可是他們家的眼光 非常的正確 購買到以後 這棟大牢各位有趣 如果到現場去看一下 那棟大牢從大馬路這樣退進來 那個錢凹的部分那個庭院很大 所以就是叫所謂的常富那氣 有風水上的考量 那因為買了這一間 他事業真真日上之後 你看到他接下來買哪裡 生陽甜甜 這個在哪裡呢 在正大附中 正大三街那邊 這裡的一個地方 你看這麼多人 各位去過正大特區那邊 那個山上view好 空氣好 很單純 大家去的人都會喜歡 所以他買了這一間 最高樓層是兩戶打通 總共九十六坪 價格4625萬 一坪大概48萬 各位知道 所有的豪宅都要有名人加持 一旦有名人加持之後 他就會招來更多的買方 然後讓他的價格 也更好推銷出去 所以當初他取得這個房子 你看這個十六樓 總共210坪 各位 這間房子在2016年取得 怎麼會除下來單價 只有88萬的價格 對啊 尤其中正區 它是很好的地段 我有客戶在這邊買120萬 差這麼多 買這一樓買120萬 差了快30多萬 對 所以他88萬 顯然是具有相當的一個優惠 所以他持有這一個擺達福利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 他其實持有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他當時持有的一個價位的話 說實在是在低檔的位置 對 這個部分 因為他取得2005年 他取得的價格才50萬 在那個當下50萬是一個非常 其實那個時候 2005年各位知道是94年 SARS過後才一年多 所以一坪50萬其實也不便宜 可是因為這個設計 當初在南區非常有特色 你看像這個一般人 我告訴你 我們首次購物的人 我們都不會去注意這些事情 說廚房上大街是要做什麼 對啊 你看都沒有啦 這不是那個設計嗎 有圖案的而已 所以設計是一個概念 可是它有一些意義存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不管是說 你看它像不像一個鳥嘴 像 也像嘛 像 鳥會出去找食物 還是會把食物帶出去給人家 找回家嗎 找回來嘛對不對 雕食物回來 其實我為什麼懂這麼多 因為我跟客戶看這麼多 我也聽過很多老師 超過100個老師 講各種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眼睛一看過去 這隻膠要去 把東西拿回來 所以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設計在這裡面 會帶財回來 對 會帶財 接下來你遠遠這樣看的話 這個部分有沒有像 以前這個官帽子 那個官帽 這個往旁邊翹起來 我們很多鄉下的建築 是不是有這個鹽也是往上 你如果是一品九品 那個官員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意思也是這樣 叫升官 這叫升官 比較高的有喔 他有官 然後這個會帶財回來 所以這個房子呢 你看它住起來 人家是這樣子 人家說的都沒有兌現 這間房子 賣 如果說人家講的都有兌現 志玲姐姐是不是又升官又發財 那又升官又發財 表示這棟住了好了賣 好啊 可以賣嗎 會賣 沒有賣嘛 所以就繼續放著 所以旁邊再買一間 原來是這樣 就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聽說它裡面的話 其實除了這個建築的外型之外的話 林志玲他的家裡面的 內部的成色的話 也充滿著這個學問在裡面 我想這個是這樣子 以我的概念來看 這裡面的設計我們談到 待會談到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設計師厲害 倒不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講了說 這個樹可以讓它吸氧 就是找來不錯的男生 或者是說 這個客廳的擺這個什麼 催情的這個酸飾的枝木家具 我認為這些大概就是設計師 在跟我們的這個業主 討論之後他會發現 這個業主有需求什麼 有需求什麼的時候 他就在設計裝潢的時候 把這些元素把它安進去 其實就滿足了女主人的需求 那當這個被雜誌發現以後 有這些東西放在這裡面的時候 說它是要西洋啊 有男生啊 桃花陣啊 什麼這樣子 感覺他都否認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這個設計師 在跟業主溝通的時候 發現他有這種潛在的需求 所以就把這樣的元素設計在裡面 我覺得是雙贏的做法啦 那個因地自以因人而利 而且人物要相生相忘啦 好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志瑩姐姐的房子 有風水在裡頭的 那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好像也是滿重風水的 這一位藝人 小朱羅志祥 羅志祥他最近聽說好試鏡囉 因為他的豪宅 被他的這個女朋友曝光了一個角落 聽說他也是布了那個桃花陣是不是 而且還布了很多 聽說因為他這個房子 其實原本的舊家 是在民權東路六端這個地方 其實這兩個 都有點風水上的問題 剛剛談林志玲那個案子 他旁邊其實是個廟 有人覺得廟 可是那個廟好像比較矮一點 所以高樓層其實影響比較少 有些人覺得廟煞 因為他說廟旁邊 那個屋簷會這樣往上衝 剛好衝到27樓的那個林家 但是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這個有沒有煞到呢 林志玲賣了利齊齊玉賺多少錢 也不多 差不多一千萬 一千萬扣掉了 不是有房地合一稅嗎 然後他如果是自用 現在超過兩年了 所以要扣掉四百萬 拿去交稅 夯不郎當大概交一百萬的稅 淨賺八百五 兩年賺八百五你覺得煞 我也願意給你煞一下 蠻多的 我也願意給你煞一下 我有說實在八百五 八百五只能說是憑出賞 然後就OK了 就OK了 問題人家在中國大陸 隨便走場秀 帶演什麼東西對不對 然後他這邊什麼也沒有 他就躺在那邊賺八百五 就八百五了這樣 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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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我一下 那這個小豬的房子 其實大家另外一個比較在意的 就是要不要跟醫院發生關係 醫院其實我們過去談過 買房子是有這樣一個 跟醫院的關係是 要來得及 但是要聽不到 再講一次 要來得及 要聽不到 就來得及 好不好 但是不能嗶嗶嗶嗶嗶嗶嗶你沒聽 否則你就租進去了 所以當時有此意說 他買了這個民生東路的房子之後 他身體有一些不好 家人也有一點不好 後來他就換了這間 這間其實非常的牛 這間的故事叫做AIT AIT在內湖想當年推出的時候 剛好碰到金融海嘯 曾經開價120萬 後來跌到六七十沒人動 結果後來又再漲起來 他的特色在哪裡 就如果你在內湖公園往外看 他長在樹的上面 那個是無敵的view 長在樹的上面 然後那邊遠看到松山機場 什麼格局大概就是360度 他的環境其實非常漂亮 前面有山 我要說這樣的東西好不好 這樣的房子 O不OK 其實我覺得藝人賺了很多錢之後 其實他今天留一些制裁 當新房 我覺得各方面都很好 那他在不在乎風水 沒有人不在乎風水的啦 真的 你說就算不是在乎風水 旁邊有AIT 沒關係要由美國陸軍陸戰隊保佑你 以前不是這樣講嗎 陸戰隊會進入一個屍 只有這樣子傳生 對 你想太多 飛彈打得比較準的地方 所以他的整個房子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刻意在炒作房地產 但是我覺得他買的房子都是 對 喜歡的 而且他現在算是地產大亨 因為除了說今天我們在這個 這個文型AIT他有四間之外 他其實在明星東路還有一間 92坪的豪宅 他在宜蘭也有買土地 他在萬里有買土地 但我覺得這還滿佛心的 因為他宜蘭買土地準備養老用 萬里買土地準備給他媽媽 做流浪動物之家 對 我覺得這是佛心來的 我覺得滿好的 但是其實他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也是租房子的 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要買房子 為什麼要買房子 是為了要圓他的夢 他說他們以前租房子的時候 曾經被房東給趕過 一直被趕 一直被趕 然後他就下定一個決心就是說 我一定要買一間房子 給他媽媽住 所以他後來有一個願望就是說 我要回去把以前 把我趕出來的房東家裡面 去把那個位置把它買下來 然後放他了一個完全是讓他在家裡 把山上伸給他 給他錢 這次就是一個很少的 有